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老師 今天很開心又要在空中跟大家一起來學習好用的多一次閉考單字 今天我們節目是第71集 那錄音的時間應該這樣說吧 現在是屬於9月下旬 然後今天是補上課的日子 所以其實李老師我得說今天我的身心狀態並不適合錄音 因為才剛剛上完大一英文的補課的時間 今天星期六下午其實大家的心力都有點低落 所以坦白講上課也是有點辛苦 不過因為我個人覺得說像這種錄音的習慣坦白講要努力的維持 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覺得個人覺得一發然中斷坦白講也蠻麻煩的 像明天李老師也有事情要去新竹一趟 那很可能我怕如果相隔兩個禮拜再回來的話 很可能以後我就回不到本來的狀態了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學習這件事情就是帶一點勉強 不要一直只喜歡照自己感覺走 有些時候你會贊同你當時的決定的 OK 好吧 那今天跟以往一樣也是要介紹五個單字 那在節目開始之前就先帶著大家把這些單字先唸一遍囉 第一個單字 第二個字 第二個字 第三個字 第三個字 好 在正式進入到第一個單字前 還是依照慣例 我們先來感謝下本節目的功德主囉 非常感謝我的好友etjason為大家整理這900個多億必考單字 完整的單字表一共有10個類別 etjason的個人網站請搜尋 國藝老師或國藝英文器官科學院 相關網址請參考影片說明 所有的例句取材自Yahoo線上字典 與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學只要在字典網站中搜尋我們列書的單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以及其他的相關訊息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第一個單字叫做species 這個字在Discovery Channel或者是國家地理頻道裡面非常常出現 因為這個字就是所謂的物種或者是種類 所以在生物學上一些跟動物有關的頻道 老是看到這個字啊 那我們就先從Yahoo的例句開始 例句不是很多 只有三個句字 而且裡面都講到動植物的名稱 這大家都很熟悉這種主題 那第一個例句啊 他說 There are many species of crecesimans 最後那個字 就是crecesimans這個字真是大學時代非常痛恨的一個單字 因為以前在學西洋繪畫的時候 那有些畫家會畫菊花 那這個字就是超級難拼你知道嗎 所以小時候都覺得這個字 記起來的話就是算是記的非常痛苦 不過也是因為當時那段痛苦的記憶 結果現在看到這個字有種熟悉感 還幸好還拼得出來啊 There are many species 就是有非常多的品種的什麼東西呢 就是菊花 所以菊花的品種非常多 這個句子的話就很平鋪持續不難了解 但是大家要記得crecesimans這個字啊 就是菊花 第二個例句他說 The giant panda has become an endangered species 後面會講到endanger這個字 那danger這個字就是所謂的危機嘛 那如果前面加個en 這是個動詞 是讓某人或某人陷入危機 加個ed就是他已經陷入危機的 因為他表示是被動式 那endangered species的話 加個ed也就是所謂的平鋪滅絕的動物 因為他現在是陷入危機當中 表示說他有生存危機 雖然還沒有到滅絕的地步 但是問題是現在有危機了 就是已經數量上比較稀少了 那他怎麼說呢 The giant panda 就是所謂的大熊貓這種動物 has become已經變成的 an endangered species 變成一個平鋪滅絕的動物或是物種 所以整個句子很好懂 The giant panda has become an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所謂的大熊貓 已經成為一個平鋪滅絕的物種啦 第三個例句 today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is threatened 有些時候會講這種威脅論 有能力講話的一定是人類嘛對不對 結果人類講說 today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survival大家知道這個字就是所謂的存活 那survive 這個字是動詞是存活 那名詞叫做survival 那我們的什麼呢 our species 是我們的物種的存活 你當然就可以解釋成人類的生存 那人類生存怎麼了呢 is threatened 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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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的威脅 加個en 就是對某人或某事 某樣東西去施加威脅 所以如果某個東西被threatened 表示他遭受威脅了 那整個句子是什麼意思呢 他說today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is threatened 他說今天人類的生存 受到了危機 也許是因為全球冷化的關係 也許是因為某個天然災害的關係 搞不好是外星人來了 快要打敗我們了 也有人講說這個AI的興起 搞不好連人類最後被滅亡掉 叫做today the survival of our species is threatened 那我們來看一下lowman的部分 這裡面我就不列舉任何例句 因為其實例句 其實這裡面也沒有什麼好列的啦 但是我找了一些跟 species這個字可以出現的搭配字 大家仔細看一下螢幕 好比說endangered species 跟endangered這個字搭配在一起 那就是剛剛講過 就是所頻寧滅絕或是遭受危機的 的物種叫做endangered species 而如果是protective species的話 就是所謂的被保護的物種 好比說某種物種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你是不可以捕捉不可以狩獵 不可以傷害他們 甚至是不能碰觸不能接近的 所以這叫做protective species 它未必是一定拼禮絕種 但是就是在這個地方受到保護 叫做protective species 或者是rare species 這個地方rare這個字 就是所謂的稀有的 稀有的物種 稀有的物種 那請注意一下 species這個字一直都是加IES 你不要散作主張 就是說單數型的話就不要加IES寫歪 不是這樣搞的 不是這樣搞的 請記得都是要寫species IES是要老老實實把它寫出來的 那跟前面的rare species的相反的話 叫做common species 好比說某些 某些花 好比說某些蘭花 或是某些植物 某些藥草 是非常稀有的 你當然可以講說它是rare species 但是如果到處很常見的東西 叫做common species 那隨足可見 它就一點都不稀有啦 就跟草一樣長到處都是 到處都看得到 完全不用擔心它們會滅絕 那叫common species 以及很嚴重的叫做extinct species 是表示這個物種已經完全滅絕了 extinct就是已經全部都沒了 已經葛掉了 那new species可以指的是 也許你可以講說它是剛單上於這個世界上的物種 不過這機率是比較低 你應該可以說以前我們從來沒有發現過 而現在剛發現的物種 叫做new species 那最後一個關鍵字 native native species 可以只是在地原生種 好比說有些動物是外國人帶過來的 好比說是像無國魚啦 那些種類都是外國人帶過來的 但是如果說原生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動物 那可以叫做native species 所以這裡面一共有1234567個關鍵字都可以放在species前面 分別是endanger,protective,rare,common,extinct,new,native這些字 那我覺得大家 我覺得這些字都很好用的 大家去好去注意一下 那我們第一個單字就介紹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朝第二個單字前進喔 第二個單字叫做exacting 這個字對你老師而言有點陌生 那exacting叫做 費力的、精密、嚴密的 甚至是嚴苛的 你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只是形容是一件事情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例句 那就比較好懂 Yahoo這個地方一共有兩個例句 第二個例句說 both are exacting bosses 現在是兩個主管在我們面前 你覺得說哪個比較好呢 兩個都是什麼呢 boss就是boss of them 這兩個人呢 都是were用過去式 表示他講過去事情 也許這些人已經不在位置上了 或者是說他們已經過世了 等於是人家去形容他們 過去的他們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呢 boss were exacting bosses 就所謂的非常嚴苛非常嚴厲的老闆 在他們手邊工作 是要求很多的 所以並不輕鬆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第二個例句 他怎麼說呢 他說 he was a day of exacting and tiring work 今天是工作的一天 但是這工作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exacting 就是所謂的嚴厲 就是要求很嚴格 而且體力上的感覺是tiring 就是讓你感到好疲勞 所以整天真是又辛苦又勞累的一天 叫做 it was a day of exacting and tiring work 這是工作的又苦又累的一天 希望今天不是這樣子 我已經有點接近了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long man的例句 這裡面也是有兩個句子 那第一個句子說 she was an exacting woman to work for 就是說你如果要work for someone 顯然她也是你的主管嘛對不對 然後他說 she was an exacting woman 她是一個非常嚴苛的女性 然後to work for 就是所謂的為她工作 也就是說 你大致上可以解釋說 她是個很嚴苛的女老闆 或是一個女主管 你為她工作她就是你的老闆 或是你的主管對不對 叫做 she was an exacting woman to work for 好像說這個人是個女魔頭啊 你可以這樣形容 像這個感覺應該在一些職場上 大家都很熟悉這種感覺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一個例句這裡說 he could never live up to his father's exacting standards 有些時候你的爸媽如果是學精力很高 能力很強 甚至有些兄弟姐妹能力比較強 你就會有這種很辛苦的感覺 像有些朋友認識 他家裡面四十大概都是醫生 都非常傑出 他就會覺得生活非常辛苦 不管他再怎麼努力 都沒有辦法達到他爸爸的期待 叫做 he could never live up to live up to就是所謂的可以跟上這樣的東西 叫 live up to his father's exacting standards exacting standards等一下會講 這裡面就是所謂的非常嚴苛的標準 所以他再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而且前面是用過去式就 could 整個句子 he could never live up to his father's exacting standards 就是說他怎麼樣的話都沒有辦法去 達成他爸爸那種非常嚴苛的標準 那麼在這個單字結束之前 我還是得想再補充一下一些單字的組合 好比說你可以講說 exacting standards 當然就是非常嚴苛的標準 或者說你也可以講說 exacting demands demand就是要求對不對 剛剛是評斷事情的標準叫standard 那對一個事情的要求叫做demand exacting demands 當然你也可以講說 exacting requirements 好比說達成某個條件 你要A你才能夠B 而前面那個A的話 就是所謂的一個要求的條件 叫做requirements 以上這三個字的組合 大家就參考一下 好吧 那我們就把第二個單字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朝第三個單字前進 喔 那第三個單字可能在很多的商用報導裡面 常常看到 或者是一些科學啦 科技有關的東西 這個字叫做estimate 平時我們都習慣這個字是一個動詞 就是估計估算或評斷或判斷 當然它也可以當名詞型 可以指的是估價單或是某個估算結果 等一下我會比較一下這 跟它跟一關一個另外一個很近似的字喔 這個字 有些時候我們在講到形容人事物的時候 會講到某個東西被underestimated 你看到estimated它就是被動是被人家估算 怎麼個估算法呢 under就是低 那也就是所謂的低估 有些人就是非常瞧不起一個人 會認為一件事情沒什麼大不了的 那就是所謂的underestimated 好比說台南發生登革熱 請大家千萬不要低估這個疾病的嚴重性 叫做underestimated 我如果某件事情是underestimate 就是被低估了嘛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加過去式 應該說不要加過去分詞 就是underestimate某件事情 那當然它就是一個動作 就是低估某樣東西 那既然有underestimated 當然就會說的overestimated 加個ed 那就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被高估的 某樣東西被高估的叫做overestimated 那當然你也可以講說是overestimate 不要加ed 那這個字當然就是當一個動詞 就是高估某樣東西 而estimate這個字如果當動詞 它的名詞型叫做estimation 剛剛李老師有講說estimate這個字 本身就可以當名詞型 但是它本身 它也有一個名詞型叫做estimation 那李老師特地去查理一下參考資料 想說一樣是當名詞型的estimate 跟estimation有什麼差別 那資料上面寫說 如果說是estimate的 你可以只是通常是強調於 數量尺寸規模上的一種估算 好比說你明天需要多少蛋糕 會有多少人 你預估需要多少錢 需要多少時間 經費需要多少錢 或是你要花多少時間 這方面的估算 你可以講做estimate 那因此在商務上 這個字常常會是 估計工時或估價單 這種東西 像這樣的話叫做estimate 一個對於數量形式程度上的預估 叫做estimate 而estimation 有些時候涵蓋的範圍比較廣 它也可以除了剛剛講estimate 它所講的東西 形式數量 程度這種東西以外 但是它本身也可以包含一些 對某件事情的預知跟判斷 好比說對你這個人的能力 或者說我預估你會用什麼方法 好比說某某投手 等一下我認為他應該會投變化球 應該會投滑球 那就是我對於這個狀況的一種 預估跟判斷 叫做estimation 你可以這樣講 或是你對於天氣的判斷 對局勢的改變的判斷 都可以叫做estimation 我重新講一次 如果estimate這個字當名詞 通常是強調指的是 數量或程度上面的預估 但是estimation是包含estimate這個字 它所講的那些範圍以外 還可以再廣泛去認定一些抽象的意念 的一種預估跟評估 認為事情是這樣子的一種認定 叫做estimation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聽著很疑惑 那這個單字的單字量 例句量非常的大 所以資訊量很大 那我們就一句一句來 大家耐著性子 那現在看一下yahoo給的例句 這裡一共有五個句子 第一個句子說 the police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demonstrators at about 5,000 the police當然就是警察啦 estimate就是估算 the number of就是什麼東西的 數字 數量 demonstrators 就是所謂的抗議的人 示威者 at about 5,000 預估大概是5,000人 他們通常會用一些空拍圖 然後估算說大概1平方公尺 當成是多少人 然後看一下整個人群 大概佔據多少面積 然後去估算現場大概有多少人 叫做the police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demonstrators at about 5,000 警察 就警方預估示威者的人數大概是5,000人左右 看起來是相當大的活動 那如果是第二個例句 它講什麼呢 the medicare cost is estimated to be 1 billion dollars 好大的一筆錢 進入到中高齡或是超高齡年紀的時候 最后有這方面的支出 the medicare 當然就是所謂的medical care m-e-d-i-c-a-l 這個字是個形容詞 就是所謂的醫療的 care 就是照護 那結果他們把這兩個字給連在一起寫 叫做medicare 就是所謂的醫療照護 是誰呢 the medicare cost is estimated 是被預估 預估會多少錢呢 to be 1 billion dollars 怎樣呢 即將會有到10億美金 你可以這樣講 在這裡可以 當然 Yahoo我認為它有點超異這個例句 它講說 它把它直接翻成老年醫療健保 其實我認為是未必然 我想應該就是所謂的醫療健保費用 你可以這樣講 也不一定只有老人家才需要醫療費用 總而言之這個句子就是在預估一個 醫療成本的估算 叫做 the medicare cost is estimated to be 1 billion dollars 那前一個句子 用at這個字加上一個數字 代表是估算值 在這裡是用加上一個to be 就是用不定詞的be 我想說這兩個表達方式都可以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三個例句呢 I asked a contractor to estimate for the repair of the house contractor就是所謂的承包商 那我要求 我請一個承包商來幹嘛呢 to estimate 就是所謂的估算 估算什麼呢 for the repair of the house repair在這裡可以指的是 維修這件事情 或修善 of the house 就是說這個房子老了 應該要維修了 要不然就不能住人啊 所以我請承包商 估計一下修善這棟房子的費用 叫做 I asked a contractor to estimate for the repair of the house 都是要花錢錢解決問題 繼續來看一下第四個例句 The experts estimate is that the painting is worth 1 million 在這裡的estimate可指的是對某個數值的估算 或者是估算價格 你可以這樣講它的估價啦 The experts exprt就是所謂的專家 這位專家對什麼東西的估算呢 Is that 加上一個債子句 怎麼樣呢 The painting這幅畫 is worth 是價值多少錢 1 million 當然1 million dollars 所以整個句子呢 The experts estimate is that the painting is worth 1 million 就是說 專家預估 估計這幅畫應該會價值100萬美金喔 好多錢 來看一下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他說 My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is not so optimistic 在這裡的estimate可以指的是對某個東西的估算 好比說 好比說需要好大一筆錢 然後呢 我對這件事情的估算 My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situation就是所謂的局勢 或是狀況的判斷或了解 My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is not so optimistic 這個字可能有些同學看過 就是所謂的樂觀 所以我對局勢的估計 不那麼樂觀 你可以寫說 My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is not so optimistic 繼續來看一下Longman Longman 我其實是只列出一個例句而已 但是下面還是放了很多的組合字 跟以前 在這次這一集的話 我覺得發現好多組合字可以用 所以特地跟大家多聊一下 那唯一的例句說什麼呢 the garage said that send me an estimate for the work Garage以前是翻成車庫 在這裏只是修車廠 那修車廠說什麼呢 said that 就是they would 他們即將會 因為這是過去式嘛 對不對 他們會送給我呢 send me an estimate estimate 可以的只是估價單 for the work 對於這份工作 對於說我把車子拿去給他修 他們預估即將花多少錢 叫做the garage said that sent me an estimate for the work 這個車廠會跟我說 他即將會送給我一張顧價單 讓我評估一下 他車還要不要修啊 好 例句講完了 那我們一樣繼續再講組合字 你可以講說某個東西是 make an estimate 就是做出 做出預估 或是give an estimate 你也可以這樣講 還有一個動詞 怎麼用呢 provide provide這個字本 不是攻擊或提供嗎 對不對 或提出一項的預估 他比如說你需要我幫你估一下 好你要我估 那我就估啊 叫做provide an estimate 當然你也可以講說 put an estimate on something 對某件事情提出估算 put an estimate on something 也可以怎麼說呢 base an estimate on 就是把這個估算是建立在對什麼東西上面 好比如說我是根據什麼東西來估算 叫做base an estimate on 因為base這個動詞就是 去用某個東西去當成某樣東西的基礎 就是base an estimate on 這樣的估算是根據什麼東西來定的 以及往下看 講到形容詞的組合字的部分 你可以講說a rough a rough estimate 就是一個怎樣呢 非常粗略的估算 因為rought就是粗略嘛 或者說剛好相反 叫做an accurate 因為a這個字是母音開頭 所以前面的罐子用an an accurate estimate 就是所謂的一個精確的估算 或者是說a reliable estimate 就是說一個很可靠的估算 這個指示可以信的 或者是說a conservative estimate conservative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所謂的保守 一種保守的估計 或者是說an official estimate official這個字就是所謂的官方的 所以一個官方的估算 叫做an estimate 就像前一陣子 利比亞的地震 利比亞好比說 淹水啦 或摩洛哥的地震 然後預估的災損 或是人員傷亡 都是一個官方的統一數字 一個預估值 叫做an official estimate estimate 或者說你也可以講說 the current estimate 或是the current the 也可以這樣講 the current estimate 可以講說現在當下的判斷 現在當下的估算 以後會怎麼樣不知道 至少現在我是這麼覺得的 叫做the current estimate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講說 the recent recent就是最近的 對不對 最近的估算 對這件事情的評估是什麼樣子 叫做the recent estimate 當然你可以進一步講說 the latest 就是最新最新 latest這個字 大家都很熟 最新的估算 以及剛好跟the latest 是相對的 叫做the original 就是所謂的最原始的估算 一開始人家是怎麼想的 所以這兩個剛好是相對 一個是原始人家的想法 叫做the original 那如果說最新的估算的版本 叫做the latest 所以這些字 我想給大家當個參考 OK 那麼第三個單字 就是資材量很大 我們講完了 我們繼續找第四個單字前進 剛剛看了一下錄音器上的碼表 已經過了二十幾分鐘 希望今天的節目不要太長 不過我覺得該講清楚還是要講清楚 不要為了節省時間 就再把它縮短 反正還是老話一句 我們的節目上面前面都有時間碼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斟酌使用 也不是一次要你半小時多聽完 搞不好只能講到四十分鐘 也許這樣對大家而言是很累的 當然你如果能夠有足夠專注力 一口氣把它聽完也是不錯的 像可別搭搭車的時候 或者說休息放空的時候 聽聽多一單字也是不錯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四個單字 叫做check out 這個字可能不難懂 因為我們常常很多地方都check in跟check out 你去自取中心 是不是都會有check in跟check out 但是check跟in跟check out 這兩個字是把它分開的 它是一個動詞片語 但是如果說你把check out 這個字把連在一起寫 它自然而然就是一個怎樣呢 來辦理飯店付款跟退房手續 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你要離開了叫做check out 那如果說你要住進去 叫check in對不對 你要離開這個地方 就check out 但是你也可以只是 你check out的那個地方 當然因此你在那個地方 也許就是屬於去付錢 或者說你在圖書館 你要把書給借出去 當然是check out a book 對不對 那去借書的那個地方 也叫check out 就是那個地點 所以通常大部分就是 只能是那個動作 或那個地點 那這個單字 那個Yahoo跟Longman 通通很不給面子 都不給例句 所以我的話就請 Check GPT幫個忙 那去給我 我就只挑了三個句子 不要太麻煩 第一個例句 The checkout process at this online store is quick and easy 在這裡的check out process 當然就是指的是結帳流程 然後process 就是流程或手續 對不對 那結帳流程呢 at this online store 在這個線上商店 很多人喜不喜歡 有一個線上商店 除了它裡面的東西 好不好買折扣怎麼樣以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所謂的結帳流程 是不是很簡便 所以呢 在這裡說 The checkout process at this online store 在這個 誰樣呢 線上商店的結帳流程 is quick and easy 又快又簡便 這當然是非常的棒啦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二個例句 The long line at the checkout make me wait for a while at the checkout在這裡指的 當然是結帳處啦 或是說 你要把東西給登出的那個地方啦 那結帳櫃台呢 The long line 就是大排長龍 Line就是人的 列成一條 叫做the line 對不對 The long line at the checkout 就是說 在結帳櫃台前的大排長龍 的長隊啊 怎麼樣呢 make me wait for a while 讓我等了好一下下 所以整個句子就是說 結帳處 大排長龍 讓我等了好一下下 叫做the long line at the checkout make me wait for a while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單字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說 Please bring your items to the checkout counter for scanning 結帳的方法是什麼呢 請把你的bring your items item就是你買的一樣一樣的東西 之前我們有講過這個單字 就是本來是指一項兩項三項 像很長的序列裡面的每一樣東西 叫做一個item 但是你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你的購買的商品嘛 對不對 請把你的採購的商品呢 bring your items to the checkout counter 那當然就是一個結帳櫃台了 checkout counter 那個地方要幹嘛呢 for scanning 讓他掃描一下 少了以後就知道是多少錢 我們就可以結帳啦 叫做 Please bring your items to the checkout counter for scanning 請把你的物品拿到結帳櫃台 進行掃描 好這個單字非常的簡潔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朝今天的最後一個單字前進囉 終於來到今天的最後一個單字 好消息是最後一個單字 壞消息是這個單字的例句真的是很多 其實剛剛李老師還刪掉好幾個 shatter這個字其實 這個字叫做shatter shatter我們通常是把它解釋成去粉碎模樣東西 或某個東西被打破了 但是其實它也可以當名詞型 只是李老師直接把名詞型給刪了 所以我們就保留動詞 這個例方叫做死破碎或粉碎模樣東西 那到底它在粉碎些什麼呢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Yahoo的例句 好多好多好多句 只大提振一下精神 抖手一下精神 我們把它看完喔 有事有中 第一個例句說 she shatter the cup when she drop it on the floor 這是李老師常在幹的事情 shatter the cup 就是把怎樣呢 杯子給摔得粉碎 shatter就是可以說是粉碎模樣東西 when she drop it it指的就是那個cup 就是那個杯子 drop就是手放開這樣磨的東西往下掉落 就是把它給掉了OK 那when she drop it on the floor 就是說 當它把杯子摔在地板上的時候 杯子就摔得粉碎 當然你不能說是它刻意這樣做 你也可以指的是 它就不小心把它給摔碎了 你可以這樣講 總名字正式就發生了嘛 叫做 she shatter the cup when she drop it on the floor floor就是地板了 那麼第二個例句呢 his hopes of finding a better job the hope were shattered 好 它對某個東西的hop就是一個盼望 或是一個期望 of finding a better job 就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 它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的一個希望 怎麼樣呢 were shattered 因為某個因素結果被打破了 因為就粉碎就破滅了 你可以這樣講 就是 所以這是一個抽象 不是某樣東西真的被打破 而是某個希望 某個局勢被瓦解掉了 也許它本來是有機會的 結果因為發生某件事情 結果就不行了 叫做 his hope of finding a better job were shattered 他想找好一點工作的希望 就破滅了 而第三個句子呢 Harris was shattered by the news of his father's death 像今天才發生了 應該說昨天晚上才發生了 屏東工廠的爆炸事件 所以我講這句話的話 你就知道我是哪天錄音的 所以就讓很多人有這樣的感覺 你這個人被人家shattered 不是說你這個人是被結成冰塊被摔破了 是一種心理層面上 是遭到重大打擊 大為震驚的概念 叫做Harris was shattered 你可以講說 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怎樣呢 by the news of his father's death 聽到他父親過世的消息 他表示大為震驚 受了很大的打擊 叫做Harris was shattered by the news of his father's death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例句 I feel absolutely shattered 在這裡不是我被打碎的 應該只是我感到筋疲力盡 就跟前一陣子的迪力老師 在一分鐘訊息文裡面 講到那個字叫做Dog Tired 累得像狗一樣 在這裡可以指說 我被打破了 那真是很有趣的一個修辭 I feel absolutely shattered 就是我感到筋疲力盡 Absolutely就是絕絕對對的 我被絕對打破了 這種句話中文就翻得非常爛 就感到筋疲力盡 哇這個字好生動啊 而第五個例句 非常簡短 只有三個字 The glass shattered Glass在這裡指的是玻璃杯 這玻璃杯摔了粉碎 所以他等於是說 我選這個例子是要告訴你說 shatter這個字 也可以當不及物動詞 就是自己就被摔碎了 被摔碎的這個動作 叫做The glass shattered 玻璃杯被打了粉碎 而倒數第二個例句呢 The heavy rain shattered on the roof 這也是很生動的 本來水滴水滴是一顆一顆的 就水滴如果撞擊到屋頂 或者是窗戶的時候 他就是會整個散開對不對 所以他就像是shatter一樣 所以這裡指的是說 The heavy rain shattered on the roof 就是說 大雨打在屋頂上 這是一個修辭層面上的用法 好 終於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個例句的話 我個人認為 對他有點意見 等一下再跟各位講 我先照著念 這個例句說 A sea dash the ship to shatter against the rock 什麼意思呢 Dash the ship to shatter 就是 把這個船衝去幹什麼呢 但是我對於前面的主詞 是有意見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主詞 不可能是A sea 只有一片海 全部都在做這件事情 我認為他比較可能的例句 應該是A sea wave 一道海浪 所以你看一下 螢幕上我多刮鼓寫一個 A sea wave 就是一道海浪 才有可能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整片海 整片海做這件事情 那還得了 A sea wave dash the ship 就是把這個船衝過去 帶著他衝過去 用dash這個字 然後dash the ship to shatter against the rock OK 帶著這艘船 然後衝撞到礁石上 撞得粉碎 就是把這個 所以你看 在這裡shatter的話 指的就像是 散開的浪花一樣 就是把他帶 把這個 讓 帶著他去衝撞礁石 dash the ship to shatter 就是把他 衝過去 讓他整個被粉碎掉 然後呢 是對著什麼 才撞碎的呢 against the rock 就是撞著礁石 這個畫面 蠻慘烈的 但是我還是跟各位講說 我個人認為對這個句子 有點意見 因為我認為 C不太可能去做這件事情 後面講C wave 可能會比較合理 總而言之 最後一個句子就表達一下 小小表達一下個人的意見 好 辛苦了各位 終於聽完這麼一長段 希望大家不要睡著了 那在節目結束之前 就再帶著大家 把這些單字再念一遍 第一個單字 species species 第二個字 exacting 第三個字 estimate estimate 第四個字 check out check out check out 第五個字 shatter shatter 恭喜大家再完成一會 那我覺得保持良好的習慣 正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 常常我也在課堂上 在跟學生講這件事情 做多做少 不打緊 你要講難的 講簡單的 也不要緊 但是重點是在於 學英文就是少量多餐 維持好習慣 又維持穩定 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也不拖大家時間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個禮拜再聊囉 掰掰